我講過啦,跟那個刪除列很像 刪除列是從下面往上刪 那如果說你今天刪除工作表的話 我是建議你也是從什麼 從後面往前刪會比較好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一個一個刪 你會發現它本來在第一個 你刪掉之後它第二個會串位 第二個變成第一個了 所以它的順序會亂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從最後一個刪的話 你會發現你刪掉最後一個之後 反正你就往前刪,它的順序不會亂 所以概念只要刪除你可能就要想到反向刪 可是要怎麼反向刪? 這個地方的話第一個 我們需要知道什麼了 for i 等於最後那一個 那最後那一個我怎麼知道工作表有幾個? 剛剛好像有提到 如果你想知道工作表裡面有幾個 你可以用shits點 一個叫什麼? cont這個屬性 shits點.com指的是 這個工作部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OK 應該了解吧? 反正我不管 反正我剛剛新增了16個吧 前面本來有3個 所以就有19 它反完就告你19個 如果你又多一個 它又count 反正count就幫你算完就對了 然後到 第幾個呢? 也許刪掉到第二個就好了 那第一個保留 不然刪完它沒有功 不行 第一個不能刪 OK Next 再來的話呢 一樣 記得喔 反向的話 記得要多補一下 step-1 這個同學最容易漏掉 這個如果沒有 加這個的話 它只會刪掉最後一個 就停了 因為它會一直往 往多的不會變少的 好 那再來的話怎麼刪呢?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刪除哪一個的話 一樣用shits 剛剛ros 嘛 後面剛剛第幾個 我就第i一個好了 所以喔 最後那一個假設是19 它就shits 第19個怎麼樣呢? 刪除是什麼? 點什麼呢? 欸? 一樣嘛 有沒有? 好 寫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它會按照我們的方 我們要的一個一個幫我把它刪掉 我看喔 因為這邊這個先 這個多的先刪掉好了 這樣才可以看到 我們總共 好了 假設18個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假設我今天呢 要刪的話 F8 然後 所以你會發現 shoot.com 它會幫我18個 到第二個呢 step-1 那現在就把第18個刪掉 所以喔 理論上執行這一行的話 這是18 它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第16個刪掉 所以按F8試一下 ok 但是它會跳什麼 這個 要不要刪除 好 要一定要 不然的話怎麼刪 ok 第16個刪掉了 然後 next 再來的話呢 這個I等於17 所以第15個會被刪掉 抵抵折 他會問你 要不要刪 要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很煩 它会怎么样 一直跳出来 一直跳出来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有100个工作表 你要删100个的话 它会跳100次 那你必须什么 一直按删除 所以特别注意 删除里面还会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怎么样 假如说你不希望 让那个东西一直跳出来 问你的话 你可能需要把那个东西关掉 那把那个东西关掉的话 由谁管理呢 其实由Excel管理 Excel那个物件的话 前面我们有写过一个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指的是应用 指的是Excel 电 之前有个什么 Screen Updating 画面更新 不过这里的话 因为那个东西叫做Alent Alent 那Alent如果不显示的话 你就是打一个Displace DIS 那你打一个DIS之后的话 这边有名叫DisplaceAlent Alent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Alent 它叫Alent 小小的方块 那如果你要把它关掉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所以你会发现哦 跟之前那个Screen Updating 关掉的方法一模一样 但是请记得 在跑完回圈之后呢 请记得务必要把它再打开 等于什么 等于True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先把它停掉好了 我们重新再来过 那刚刚会一直跳 现在会不会跳呢 我们来试一下 DIS 最后一个哦 第14个 往我删掉 你会发现它不会跳了 这样的话 感觉蛮好的 不然的话 它一直跳这个 感觉就很头痛 OK好 那最后记得把它处 再打开 不然以后 别的地方应该要跳那个东西 就不跳了 不跳的话 可能你就看不到讯息提示了 OK 好啊 所以我们如果新增 有没有 再删除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连续 可以增加 也可以减少 但是呢 现在还缺一个东西 新增的时候呢 顺便下载 可是新增 怎么顺便下载 关键就是你新增完之后 要去下载 那下载那一段程式码在哪里呢 在上面这里 Wish到EndWish 所以理论上哦 大概方法一 把这一段复制 贴到那边去 复制有没有 Wish到EndWish 就是之前我们录制的据席 贴到这边来 不过如果你担心 你不知道贴什么 你可以加一个注解 这边叫什么 叫做大乐透下载程式好了 然后把它贴上哦 贴上记得贴到这边 贴上好 好直接贴上 但是说牌可能要先处理一下 习惯上呢 这一段到这一段哦 因为呢 它是在NAS里面 所以呢 记得把它选起来按一个Tab 下一阶 让它知道说 哦 这个是在FOR回圈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 因为你不能说 你下载一个 第一个 配局也是一 下载第二个也是一 下载第二个变二了吧 再变三嘛 所以其实哦 很简单啊 贴上之后 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I就好了 还记得怎么做吧 一 找到这个变数 二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 end 再移到中间 把它改成I 然后空白 搞定了 OK 程式就写完了啦 就这样而已啊 应该可以懂 那个意思啦 新增一个之后 然后呢 就帮我把资料 放进去 放进去完之后呢 就换下一个 所以哦 其实 不过就是怕说 因为你贴上之后啊 贴很多 然后你混在里面 到时候头会很痛 因为 哇 越看越觉得 很复杂 所以哦 有的时候前面再加一个 这个注解啦 至少让你知道 哦 这一段到这一段 或者你如果担心的话 你甚至可以在下面哦 再怎么样 在end with 下面哦 再增加一个注解 哦 这一行 然后呢 跟他讲说 这边 开始到这边 就是我们录制的 这样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做一个mark啦 自己知道一下 然后改了哪个地方呢 改了这个地方 啊 再来就测试一下 测试的方法 一先把旧的资料先删掉 所以删除了 剩下一个 再来的话呢 就是新增 哦 就是for I 等于第一个 所以我先新增一个 然后改成叫一 然后呢 就去下载 下载什么呢 下载第一个 OK下载了 然后呢 换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的话呢 又增加第二个了 所以一时二一推 知情 有没有发现 登登登登 全部都OK了 看一下 哎 没错 都下载了 但是呢 他还缺 剖析 有没有 还缺 就把它剖析 所以 其实很简单 你底下再加一个 call 资料剖析 他就剖析了 这际工具 有没有 消费 他就会 估计 都一起 我 用